反正我們就是一個案子 一個案子丟 每一個惡官基本消費 就賞你一個民事訴訟 一個刑事訴訟 對不對 那這沒事就給你兩個嘛 那如果你的罪惡指數高一點呢 我們就給你四個 就你有兩個犯刑 我們幫你拆開 那每一個呢 賞一個民事賞一個刑事 那也幫大家回顧一下 一個去年底的事情 不過在現在來說 今年算是有一個新進度了 怎麼說呢 就是去年底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那時候還有跟去直播 就是呢在監察院外頭的一個陳情 那時候陳情呢 就是要來聲援彭P啦 那主要呢有提到的就是 在沒收護照這件事情是 本身就是違法的 還有當初的通緝也是違法的 這個部分呢 就是希望可以幫彭P來爭取 所以當天包含的律師團呢 也有在現場 還有呢 童文勳律師 他也有在現場 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要來做這個陳情 那我看監察院那邊 其實也有回函了嗎 他怎麼說的呢 他是說這一個案件呢 因為備訴以防害名譽的案件嘛 然後呢 魏沈卓 這個案件還在準備程序 然後呢 而且有委託 辯護人幫忙辯護 依照防疫的規定 還記得嗎 彭P也有講過說 就申請了視訊開庭嘛 結果你不讓我視訊開庭 反而呢 還以說有逃逆之餘 而發布通緝 然後甚至呢 是把這個護照 扣留而且註銷 這個侵害基本人權 有為師的情形 監察院呢 已經分函司法院 還有外交部來妥處 靜候處理結果 最妙的是後面還寫說 這個返環當初送過去的 有二官書籍一本啦 希望他們是有先看過 然後再把他送回來啦 要至少要先看過吧 這個部分呢 想要請彭P也跟我們講一下 目前整個最新的進度 好 這裡面有幾個迷感 當天喔 彭文勳 然後李政華 張靜 還有一些朋友們陪我們 謝謝 還包括曾苗紅 曾博士 很多人當天呢 就直接去監察院 那你知道監察院是輪職委員啊 所以當天輪職的委員 是王又齡委員 以前其實我對王又齡委員的 印象蠻好的 因為他是一個很關懷弱勢 對於這個社會的一些議題啊 他是一個蠻 就是他在這個社會上 其實做了蠻多這方面的事情 可是當天我的律師的感覺是 他有一點在敷衍大家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一地而出 他們也蠻為難的啦 你說你要他們去彈劾司法官 然後那不就直接打臉蔡英文嗎 這中間我覺得有人性的考驗啦 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難啊 你看中天還不是就 就做弱人開不相當節目 大家也就是就事論事嘛 那你做一個監察委員 就就事論事嘛 就有很難嗎 我覺得也沒那麼難 我不知道他們在怕什麼 那監察委員也不是說 你調查一個案子之後 你就會被這個撤銷你的身份啊 不會啊 你至少會做到任期滿嘛 不會有什麼問題嘛 所以你們在怕什麼啦 我真的不懂 好啦 沒關係 那按理說 我們是找王又齡委員陳情 按理說應該是王又齡委員 去成立案子進行調查才對 可是你知道我們接到這一封 監察院的函事陳菊住居民 那你剛剛看喔 你念的那前面那部分 好像對我們很有力對不對 其實沒有 他你漏了一個部分就是說 他是說喔 當事人陳情的內容如下 意思就是說他只是引用了 我的律師陳情的內容 才會說就是當事人沒有逃亡藏匿啊 然後有這個資訊開庭的這個要求啊 然後律師也到場啊 準備程序提供 這是我們的律師 鑽撞的時候所寫的 司法院違法的理由 然後監察院呢就照抄了 他的做法就是說啊 陳情人是這麼說的 那接下來呢 請司法院你們研究一下 請這個相關單位啊 你們研究一下 看這到底怎麼回事 正常情況下 應該在監察院內部 就開始分安進行調查 這才是監察院有當一回事的做法 那退而求其次就是說 分案成立一個案子之後 請雙方到監察院來做說明 那就證明他還有 真的有在把這個案子呢 當一回事 那今天陳局的做法是 用監察院院長的名義 發函給司法院 發函給相關單位說 你們看一看 他也沒有現實喔 第一個沒有現實 第二個沒有告訴他說 他說你務必要回覆 或者是說 我要你們來做口頭報告 都沒有 所以這有點像什麼 這有點像喔 我把惡觀這本書啊 寄給他的這個意思一樣 就請你看一看啊 看完了爽不爽都你家的事啊 要不然你不爽就還給我啊 大概就這樣 那這是2023年的3月份的監察院 咱們等著看2024年之後的監察院 會不會有恍然大悟大夢初醒 著視驚飛或驚視著飛的道德勇氣 我覺得值得拭目以待 我倒不是說陳局啊幹嘛 我覺得我對這些不抱期望 我倒是看看監察院裡面 有沒有一兩個監察委員 會覺得這件事情 值得拿來思考一下 因為這樣子做法 已經動搖過本了 確實喔 從現在來看這當中呢 既然他是說本院以分函 就是交過去交給司法院 跟外交部妥處妥善處理 但這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流於形式的 就是說有陳情進來啊 我發下去啊 剛剛彭P講到幾個關鍵 也沒有要求時間點 所以後續他有沒有動作 他沒有要管耶 那剛剛彭P幫忙補充的這一點 這個是沒錯 他上面就是主旨就寫 台端111年12月22日 就是當天我們去監察院那一天 陳情書收息就收到了 附如說明請查照 就是說明以下嘛 那這當中呢就是把彭P的陳情內容 我剛剛一開始念的那一大段 就是當初呢 包含李正華律師 他們這些律師團呢 做的陳情內容是這些啦 但是呢他們就是一副姿態 就是正已閱 就是閱讀了 閱過了 看過了 然後呢就放下去 所以後續呢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跟進啦 在這個之後 很有可能 雖然以照目前這樣子的寫法 應該就是說 形勢上有發函下去 但發函下去之後呢 很有可能就不了了之 這也就是為什麼 彭P呢 還是非常主動的來發起進攻 然後呢該去提告的惡觀 也一一的把他告了一遍 不只一遍啦 很多遍 所以呢 這就是因為 現在在整個的 從司法體制 然後到監察院 他應該是要 很超然的一個立場 應該是一個 真正獨立的一個機關 但現在看起來呢 呃 所做的很多事情 所作所為啦 沒有讓人感覺到說 台灣的獨立機關 是不是有真正的獨立 好 所以在這邊等於說 也跟大家更新一下 呃 目前在監察院陳情抗議 那一場的一個 最新的進度啦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篇好文 一方面也是要告訴大家 多多的推廣支持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然後聲音多元這件事情 很重要 因為在上一集的節目當中 彭P就有講嘛 那個一開始呢 柯文哲還沒有 投身台北市長的時候呢 呃 其實是有幫著他的嘛 所以就是支持 多元的聲音嘛 但是呢 他就任之後呢 開始監督他嘛 其實媒體的工作 不就是這樣子嗎 就是要監督嘛 那在這邊呢 這篇文章是來自 這個惠流新聞網 有一位企業經理林玉成他寫的 他講很多啦 但我挑一段 我覺得最有感的 跟大家來做分享 然後等一下也請教一下 彭P的看法 他是這樣說的啦 台灣的政府為了政治利益 或者是要去掩飾一些錯誤的政策 所以就被民眾說是最大的 假新聞製造者 確實我們現在有這樣的感覺 而這幾年呢 深受假訊息所害的 並非政府喔 卻多為因為不同立場 跟意見的企業還有人民 例如被政府裁罰的媒體 像是中天 或者是一些被設違法 來被罰的民眾 政府如果真的要杜絕 假新聞的危害呢 其實可以從教育來做起 讓民眾對媒體 是有試讀能力的 那芬蘭這邊的做法 是值得參考的 他們是用實際的行動 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只是談論問題 那芬蘭的做法是怎麼樣呢 它裡面就有講到了 說早在2013年就制定了 教育學生辨別假訊息的運動 那其實呢 就是老師們就會直接告訴學生說 你的媒體試讀嗎 你怎麼樣去分辨這個文章 它的消息來源可能是真的 或是有問題的 有疑慮的 還有什麼 去討論這個作者本身的 忠心主張是什麼 還有呢 寫這個文章目的是什麼 以及現在台灣是不是 禁止這個禁止那個 好像就覺得說啊 怎麼樣就會各種被滲透 他這邊說囉 芬蘭其實是讓學生 看抖音影片的 而且呢 看了之後 直接跟學生來討論說 創作者的動機可能是什麼啦 這個影片背後 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另外他還提到了 日本電視台一直都是 非常有制度性 理論性的 在報導政府的政策 所以人民呢 其實是很習慣的 用理性來看待新聞 不是只是情緒上的 那媒體來說呢 是政府政策跟國民之間的橋樑 以新聞自由權力制約著 有龐大政治力量的政府 是手無寸鐵平民的 一把力氣 這個文章我看得非常勇敢 而且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小小的例子 剛剛那個他講芬蘭的 老師會給學生看抖音 然後一起來做討論 我記得小時候啊 家裡開電視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能看電視的時間 非常非常小 只有晚餐時間 可以看一個小時 或是半個小時的卡通 我還記得是 哆啦A夢跟柯南啦 前半小時後半小時 然後呢 可能到後面 開始有八點倒了什麼的 然後我媽就會覺得說 啊這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什麼壞人啊 什麼什麼的 不想要我看 他就想關掉 然後我記得 我有跟他頂嘴了一句話 但是呢 是到長大之後 我媽都還跟我講說 他覺得當下他聽了 覺得蠻有道理的 我說你真的什麼壞的 都不讓我看的話 我怎麼知道那是不好的 就確實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 他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我們應該是要了解 然後並且去避免 彭拼你怎麼看待 這怎麼看待 對 不是我的例子那一段啊 全片文章那一段啊 我們是來不同年代啊 我們那年代啊 那個天外飛來一巴掌 你知道嗎 你在四大附中的時候 你在附中的時候 老師會體罰嗎 沒有啊 不會吧 對不對 我們在附中的時候 我們在附中的時候 哦 我們教官 交互蹲跳這種 對 跑操場啊什麼 然後對對對 附中的操場有點太大 對對 400公尺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不同年代啊 我們那年代你知道 初中小學 那個考試沒有一百分 一次一分一下啊 打得手腫的跟麵包一樣 真的 所以你們真的是 很幸福的一代 等這樣聽起來 我們好像距離非常的遙遠 沒辦法 好 怎麼看待 就是我覺得今天呢 台灣的社會缺乏一種 超越黨派跟超越藍綠的 一個公民意識 真的 我覺得 其實我們經過了兩次 藍執政 綠執政 就是翻了兩次 各自這個政黨輪替 接下來 我覺得2024年 政黨輪替的機會 還是蠻大的 因為蔡英文這樣子搞下去 其實大家覺得 大家是對 不是對蔡英文失望而已 是對民進黨失望 那你說賴清德上來 那不就是民進黨嗎 因為這個黨還在嗎 可是對國民黨也很失望啊 因為這個 就是你們這兩個黨加起來 從總統直選到現在 已經30年 你們這些人就是換了這個做 換了那個做 你又做了什麼東西 這是大家質疑的問題嘛 好 那接下來 我覺得公民意識要起來了 那公民意識什麼呢 就是媒體啊 就是媒體啊 我覺得媒體現在的狀況 也沒有不好 就是說百家其民啊 你要媒體都是一言堂 是困難的 不過我希望媒體 一定要有個共同的特色 不要真的不要學 三立民事自由時報 因為他們真的放棄監督耶 他們真的把自己當成是 這個集團中的議員 他們變成了機關報 或者是這個政府的喉舌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行 萬萬不可啊 所以我說我跟中天 以後割袍斷議的時候 就是在如果國民黨執政 你們還是繼續追捧 或者是繼續不監督執政黨的話 我覺得那個時候 你們最大的敵人就會是我 因為彭P一直都是 站在監督的力量 一直站在在野黨的這一方啦 但是媒體人其實確實該如此 我要補充一下 我剛剛講了人家的文章 就我沒有講他的標題啊 他的標題我覺得這句話 也讓大家應該會蠻有感的啦 他那個投書內容的標題是這樣寫 他說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的存在 那麼這個聲音就是謊言 這很好 就像今天你知道那個 今天中國國家主席跟軍委會主席 2595票是吧 反正就是全票通過 一票都沒有跑 一票都沒有人反對 一票都沒有棄權喔 哇 真是瞠目結舌 對這種選舉真的是太神奇啦 我們這個預錄的 你一講馬上就知道哪一天錄的 對沒有啦 我常常日期錯亂 昨天今天明天反正沒關係 OK的無所謂 反正本來就已經告訴觀眾朋友 是預錄的啦 當然啦就是一直在告訴大家 就是監督的力量 一定要堅持下去啦 所以在這邊呢 也要跟大家來多做分享的是 既然呢都已經講到支持監督的力量 在中天了 我們要跟大家說說 我們最近在招募中天新聞的志工隊 請大家要多多支持 中天新聞志工隊呢 可以做些什麼呢 主要就是因為呢 我們現在啊 要有中天新聞的APP了 本來呢 我們是在YT上面呢 來跟大家見面 然後我們現在也有成立了 ctinnews.com中天新聞網 現在呢我們還要推出 中天新聞網的APP 所以大家接下來呢 用手機看新聞 就會非常非常方便囉 在這邊上面有QR Code 那報名方式非常的多元 你可以掃QR Code 或者是呢 在我們聊天室置頂 也有報名的連結 或者是中天新聞的臉書 也可以呢 直接找到報名連結 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麼加入中天新聞志工隊 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傳遞監督的力量 不管你人在台灣 還是跟彭P一樣 在海外 那都可以來加入 都可以來報名 個人報名 或者是呢 你是以一個團體啦 或是你是店家啦 連鎖店啦 攤商啊 也都可以報名 成為我們的最佳Partner 那加入中天新聞 幫我們推廣APP的話呢 可以獲得什麼 如果是個人的話呢 可以獲得我們的榮譽感謝狀 還有專屬留言區 以及呢 如果是跟我們的這個 中天新聞的拍檔的話呢 就可以獲得我們主播唱名 還有呢 露出店名 以及中天新聞專訪 分享經營理念的機會 所以在這邊呢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加入 踴躍的參與 一起來成為監督的力量 把監督的力量 盡可能的推廣出去 然後呢 在這邊也要跟大家 簡單的說一下 如果呢 上中天新聞有關的 我們這個企業就是呢 快點購這邊 如果有消費的話 記得幫我們輸入CTR567 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 最近又有推出一些 新的產品喔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不是只有水壺啦 水壺因為只有 有我在上面 所以我才拿這張圖出來的 好 請大家盡可能的 使用CTR567 享有折扣優惠喔 好 在這邊呢 彭P彭P 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今天有討論到說 這個在監察院的一個 新進度啦 然後呢上週 我們也有提到說 現在在這個司法方面 好像沒有一些 新的進度在台灣這一端 可是我們好像有一陣子 沒有講到說 在英國端的進度 因為從彭P你就是 本來準備要動身前往英國 然後結果呢 就直接被沒收護照 然後被註銷護照 然後呢你就沒辦法去了 沒有辦法動身了 那在英國端 即便你沒有動身 但是有些進度 一樣是持續下去的吧 對 我們在英國端啊 本來有六個案子 在行政法院嘛 兩個案子被吃掉了嘛 現在還有四個 還在排隊 就法院來講 他就不敢像ICO這樣說 啊 我不回答你 沒有辦法 所以這為什麼 我們一開始就是 在台灣也是一樣 在美國 在英國 我們要進行訴訟的這個原因 訴訟策略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你可能會輸 你可能是唐壁黨居 對不對 你可能是就是 明知山有浦 好 但是至少他無法斥案 你其他陳情像監察院 他就給你發一個文啊 請司法院參著啊 不參著又能怎麼樣 沒有怎樣啊 所以我們會繼續去追啦 就是說我們的原班人馬 我們會再折個時間 再去監察院 對 再找輪指委員說 哎 我們的案子到現在怎麼樣了 就你不要糊弄我啊 對不對 你惡觀的書寫得這麼好 你不看可以啊 可是那你就要辦案啊 那我覺得就是去追嘛 那這種方法 也是建議所有的朋友們 你碰到不公不義的時候 或者你碰到這個司法上面 反正你要記得 你要記得就是說 你堅持下去 別人就會怕你 你就是堅持 一個事情對的 你就一直去做 那永不退說 通常論文們也是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司法的部分 他能吃案能吃多久嗎 對不對 反正我們就是 一個案子一個案子丟 每一個惡觀 基本消費 就賞你一個民事訴訟 一個刑事訴訟 對不對 那這沒事就給你兩個嘛 那如果你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罪惡指數高一點呢 我們就給你四個 就你有兩個犯刑 我們讓你拆開 那每一個呢 賞一個民事 市場一個行事 然後沒有關係啦 反正我這人生下半場 就是要纏鬥直接惡觀啊 反正你看到 我在那個中天門口 延門拖撥的時候 請大家 這個好心的想一下 還有這個共犯低消 我很喜歡這個比喻 但是這個是可能 是 有一個故事 我來講一下 那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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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